鹹香的客家小炒起鍋前 這一味畫龍變金 這裡當地的特色 就是鹿茸酒跟柑橘醬 然後還有一些基本的 客家小炒醬 然後下去做融合 鹿茸入菜熬製成湯品 做成藥膳烏骨雞湯 另一道香菇鹿茸湯 提升湯頭層次 照燒鹿茸豬肉捲 淋上特調醬汁入鍋烹煮 更能做成甜品 鹿引洞尾於牧斯塔 季節限定才有機會 大旦鹿茸餐 民眾遠道而來 不只為了美食 要喜歡這個 我們以前的鹿 就是沒有很大出來 就是一根出來才分擦這樣 直奔鹿場挑鹿茸 其實根據統計 目前國姓香約有三千兩百頭鹿 每一頭鹿茸年產量約八十兩 若以均價九百元計算 每年為國姓香 創造兩億三千萬元的產值 行銷手法多元 業者會替每隻鹿茸拍血針 供線上選品 也引進智慧監控系統 隨時掌握鹿的活動作息 進行數據分析 你講到它的價錢 不會 就是重量而已 對 可是就是像形狀 就是看個人的喜好了 有的客人喜歡扁的圓的 不一定 國姓香南港社區協會 也推出水陸小旅行 讓遊客更了解水陸養殖 也助產業轉型升級 在這些五個人南投報道 感谢观看